哈嘍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那这一期要来讲解KOF All Star第61期 OK那这一期就是来做个圣诞节的角色Ending吧 前几期已经讲完了那三只女角嘛那最后一期就来做这个圣诞陈可汉 那依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日服上面的一些评分吧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蓝属性的一些角色嘛 一样嘛就看依序看下来这些国际服已经出了角色他们的分数这样子 那我们往下看这边的话陈可汉的目前的分数是85分 算是大概在中间的位置而已吧 OK那我们直接进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一只会比较重要一点 呃我大概在前两期有稍微提了一下啦 那可能有些人也没注意到没听到这样子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缘分效果 这边看一下这个Link Fighter连结的那个格斗家 这边以后我们会出国际服以后现在还没出来以后会出这个 这个是罗莉城就是陈可汉的那个性转角色 是一个小罗莉这样子然后算是一个女性玩家 女性格斗家那这边的话是当打陈可汉当打手的时候 一般都是加HP加攻击力嘛我们可以看到 圣诞节这三只当陈可汉当打手是加10%HP还攻击力7%嘛 那这一只罗莉城出来的时候它很夸张的是攻击力防御力各加15% 然后每一秒还会获得那个1%的那个能量槽回复 然后打倒敌人的时候可以获得2%的HP回复 所以说这一只圣诞陈可汉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收集墙角的人 可能应该要来抽一下这一只 如果没抽到的话也要拼个200保底吧 可能要换这一只啦 那前几期做的那几只女角色圣诞女角色嘛 大概都是颜值系的啦 就是每一只的强度都差不多啦 不会说插到哪边去也不会说特别强 就是一般般这样子 那这一只圣诞陈可汉我用起来感觉是非常的难用 我只能跟你讲它非常的难用 那非常难用近的它有85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缘分效果吧太强了太强大了 如果将来有想要抽这一只罗利层的人可以考虑一下 那这边就是如果当陈可汉是主要格斗家的时候 它获得link是这样子 一样啦它跟那个罗利层一样是获得一样的效果 然后像这些就是看那个啊 这是暴击率嘛 然后这个是减CD嘛 OK那我们这个待会我们那个回到游戏中也可以看一下啦 好的那我们就回到游戏吧 好的那我们知道那个日服在12月17号的时候要开那个圣诞节的活动 会有四只新角色 那我不知道我们国际服会不会跟上欸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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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服跟上的话就有点夸张啦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17天嘛 如果国际服硬要硬要上的话呢 那又会又会再多四只圣诞节的角色 我是觉得有点夸张 不知道 就17号应该是礼拜一嘛 那我这个是预录的啦 那我这个是预录的啦 现在时间 欸不对喔 现在 17号是礼拜二吧 因为现在时间是12月15日的礼拜天 不过我这是预录的啦 OK那 大概是这样吧 我们直接来看他的90等的一个图鉴吧 先看他的队长技能吧 先看他的队长技能吧 队长技能就是加HP还有加攻击力 35%和15%这样子 嗯 一般般吧 应该不会有人想要拿他来当队长 他都这么难用了 对吧 那来看一下核心效果 核心效果的话就有两个嘛 这个 三弹老人和这个好伙伴 四弹老人就是加1万HP 很普通 那这个是好伙伴 就是当你队伍有菜宝骑的时候 攻击力增加520% 大家有看到了吗 队伍建立含有菜宝骑时 攻击力增加520%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错欸 他是Bug吗 520%欸 我看一下我的 我的现在核心练到哪边 核心的话 我有练到吗 好伙伴 我现在是440%喔 那队伍建立的时候我比较好奇 队伍建立是指 打手也算吗 我是觉得应该算啦 我觉得应该算啦 虽然他是属于一个学后 然后暴力又很暴力 可是我刚刚用起来 没有特别暴力啊 说实在我没特别的感觉到 这个 这个攻击力加这么多的感觉喔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如果你有这一只 菜宝骑 我刚刚有用啊 可是我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个效果欸 怪怪的 我待会再来测试一下 那他是也是抗暈角啦 他可以抵抗异常中的暈眩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待会那个 那个待会再来测一下好了 那 我们来说一下这三招吧 这三招的那个 发招的那个 动作都非常的 的 慢 就说他释放技能前 我会盾一下 所以说 如果你拿来他打PVP 打Boss的话 你会 应该会很痛苦啦 那打小怪没差 因为小怪本身就 本身就不太会打我们了嘛 那第一招 起手的祸啊 可以扣防嘛 扣10%的防 10秒内 然后他会把敌人 压在地上 然后第二招是 往前铺 还蛮远的 第二招应该是三招里面最远的 往前铺 然后拿铁球铺 可以 打那个 地板上的敌人 所以你可以1接2 但是1的距离有点短 那3的话就是 铁球大回转嘛 他会很像 他会拿铁球一直转转的 往前转 然后当他自身的HP 这个HP是自己的HP 他在自己HP 在30%以下之后 他的攻击就会造成 低点晕眩2秒 但我核心没那么高啦 可能运不到1秒吧 也许才1秒吧 反正我就觉得很短 因为我核心不够 我这才60等嘛 所以说 单看这个技能来说是不错 可是你要HP30以下才会触发这个技能 但是他是没有那个CD限制的 就是说可以一直用 只要你这个技能能用的话 就可以一直暈滴了 当然你这个14秒有点长啊 你可能就是要装一些减CD的卡啦 之类的啦 或是队长要换一些降CD的 队长的话啊 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欸 因为那个 东杖是平衡型啊 他是防御型啊 所以就比较难 OK 那他的finish的技能比较短 而且必须打到敌人 打到敌人才会触发后面的招式 所以说他是容易空大的 比较容易空放的 应该是啊 我们待会再多测试一下 那他的打手技能也是可以暈2秒啦 能暈的打手都还不错啦 就是打Boss的时候都还不错 可以限制住一些Boss的一些大招啊 例如那个4-12 史诗任务EP0的4-12 5-4嘛 你可以带暈眩的角色啊 例如这一只 或者是玛丽 AS玛丽 或是万圣节的那个七加射 你可以再去找一下 有哪些打手可以暈眩 你有的 对 好 技能大概是这样 那接法的话 我建议是3-2-1啦 但是1起手的效率比较高 因为1会扣防嘛 对不对 防御减少嘛 所以你也可以 1-2-3 或是1-3-2 呃 待会再测测测测测测看啊 因为敌人都死很快 觉得接起来都差不多 因为 因为除了第二招以外 第三招是不能打地板的啊 然后他的普攻又超级慢 好像是4下还是5下吧 他的本身普攻超级慢啊 慢到你根本没办法拿他的普攻来打敌人吧 尤其是打一些比较强的boss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缘分效果吧 缘分效果一样嘛 目前的话还是跟圣诞节这几支嘛 还没有那个罗力城 那个罗力城以后出的话他就会很抢手了 所以如果你有心想要抽强角的话 罗力城 那你这一支是势必要抽的 真的势必要抽 因为会差很多 大家看到那个效果了嘛 各加15%的攻击防御 然后又吸血2% 然后每秒又回1%的气 每2秒还每秒啊 忘记了 我看一下 看一下哈不好意思 OK每秒啦 每秒回1% OK 那 缘分效果大概是这样嘛 因为 每一支的特性就是这样啊 这个是叫暴击率啊 各3%嘛 然后这个是减CD1.5秒嘛 主要格斗家用他来看的话 这边是 攻击力HP70%一下加15% 然后HP加5%这样 这几支会想用的还是减CD吧 我觉得啦 因为技能CD还是蛮重要的啦 所以这个圣诞百合也是还不错吧 就这几支 的角色来看 OK那就来实战演练吧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个菜宝奇 攻击增加520嘛 但是我只有420还是440 因为我核心没有那么强 OK那 铁拳任务也快完了啦 你 大家再多注意一下吧 大概剩2天 那 可能 这1-2天就要多注意一下 该换的都 就换一换吧 像我保罗也还没有换啊 保罗我都还没换 因为都抽不到一支啊 想说抽一抽一支 結果都抽不到 没办法 那我现在到底几片了啊 好久没关注他咯 为什么我 抱歉抱歉 我错乱我错乱 好 这不同帐啊 这是小号 好的那直接来测试吧 嗯 测试的方式我先打故事 然后打完故事我打个战魂 战魂的那个 也可以演示一下他PVP多么的吃力吧 那这边我就顺顺的打吧 一样队长用他嘛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编队啊 理论上蔡宝奇已经 在我们的编队里面 应该是有触发那个效果啦 对吧 我是这么认为啊 应该不用拉上来才对 那我们就 我就先不要用 这场先不要用 好吧我先不要用 然后看一下伤害怎么样 我们把它换掉了 随便换一只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陈可汗的伤害怎么样 我先看一下第一招打痛不痛 没死 诶 差点死嘛 对不对 是不是差点死 第二招 好像都会死 这样 好 这边都是大概1000多嘛 对不对 1000多 然后最后 趴下去是3000嘛 攻击力 应该是有包含技能的伤害吧 技能的伤害是不是 很多东西都写的 魔灵两可 那我现在把那个 菜宝奇 随便找一只 这只好像可以回复的 回复HP的 那我们要先放第一招 第一招刚刚有一只没死嘛 差一点死嘛 8000 嗯 应该是我只摸到一下吧 那我这个转下去是 好像没差诶 大家觉得有差吗 普攻大概是两三千嘛 我用普攻大概是打两三千左右的伤害啊 我把他移上来看看 还是说他有bug没触发呢 不晓得 这种东西他没有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说明说有增加啊 这边都没血啊 普攻 3000多啊 好像没差诶 我觉得没差啊 一样是转一千多 蝶 趴在地上是3000多啊 所以说这个核心是有触发吗 怀疑 我们再来看一次哦 直接看简介好了 因为我这边的圣诞老龙 我现在的那个好伙伴 队伍建议中还有菜宝 其实 对啊 这边写攻击1加400 可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到 对吧 大家有看到那个数字吗 已经在队伍编制里面有用他啦 菜宝奇啊 难道他不叫菜宝奇吗 然后因为我用了之后他那个 我的人物的那个下面的血条上面 也没有那个 显示攻击力上升的图案啊 所以我查在说这是不是bug啊 我刚刚在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感觉啊 还没有录影片之前我自己稍微 感觉了一下好像没有感觉到那么明显的差距 好吧那就先正常打吧 看看有什么 有没有人有这一支 然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可以跟我讲 说是bug还是怎样 还是他就真的没有啊 没有时装这个功能 他真的很难用啊 大家看到了嘛 普攻很慢 然后三个技能都很慢 我有打到30脸了吗 不知道了看一下 有啦有有有有95脸了 那你就如果要最大的话你就1嘛 然后3 然后滑雷过去接招 大概是这样吧 都可以接啦我觉得 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接 然后可以取消啦 就转到一半如果你 怕危险的时候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取消就是你技能放到一半嘛 像这个有点有点近有没有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转哦 我现在转 取消 可以是可以取消的 马上按第一招或第二招是可以取消的 那我普攻有点慢有没有 有点慢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 然后可以摘落地的时候又偷打他一下 就是普攻最后一下有把敌人给挥上去 然后之后落地之前你可以接招啦 看你要接什么 好 总之我是没有感觉到那个好伙伴那个核心 跟蔡宝奇那个 我是400多%吗 攻击力加400多%我感觉不到啊 400多%可是 这样有没有办法 400多%可是那个诶 4倍诶 4倍的话那我应该爆下去敌人就死光了才对啊 还是我理解错误 蓝属性我为什么蓝属性啊 哎哟还好 这好像有齁是不是 大家有发现吗 大家有发现吗 我现在普攻变得很强哦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像要在这个打手才有诶 你看哦我刚 我刚刚的普攻 现在普攻都是六七千哦 我们再普攻一下 哇直接打王了 不要打王不要打王 没什么好打的 退出退出 我们现在是在实验他的核心技能 好伙伴 我刚普攻是六七千嘛 我把它移到这个打手这边嘛 那我把它移走 我现在没有用哦 我都不要用 理论上我们应该就剩下一两千吧 因为四倍嘛 大家看 有没有 变三四千嘛 三四千嘛 对不对 还要两千多嘛 对不对 然后我把蔡宝奇换上来 当打手 而且那蔡宝奇战力没有很高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至于会影响到我的那个 攻击力变那么强啊 你看哦他攻击力只加一百多嘛 就是说不至于会影响到让我的攻击力瞬间变六七千这么多 就是他是属于攻击力很慢但是有暴击 咦 有稍微强一点而已啊 跑到五千四千 四千多嘛 三千多还是一样啊 搞不清楚他那个 怎样才会触发 啊 再一次再一次 这样应该 不知道会不会有bug啊 就是多一几次 如果试不出来我就放弃啦 障面数字说有啊 一样啊三四千 好吧 只能说普攻有稍微强一点 但是没有强到那么夸张啊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他的暈一定要HP再30一下 我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我待会让boss把我打到剩30%左右的HP 我的第三招就有暈人的功能了 哇他打不痛我耶 这样我要被他打到什么时候啊 好吧我们找别只boss测试吧 要规定使用的 我看一下喔 蓝属性 OK 那就用老方法吧 就是他快死的时候把那个 诶 我真正没有蓝属性喔 我忘记了他以为是刚刚那个 有封肩人 蓝属性的那个蓝盾封肩人 诶 为什么成功 我自己就是蓝属性啊 开玩笑啊 我忘记了 测试到头晕了 那我直接打一下那个 boss好了 boss可以很快的把我打到受伤 boss可以很快的把我打到受伤 完全不想看 让他打一下吧 让他打一下吧 其实我们还蛮耐打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是蓝属性的盾嘛 然后 boss是绿属性 本身是没有护克关系 但是我们因为 学后 就还蛮耐打的 boss打不太动我 有没有 我现在要展示那个 雪剩下30%的时候 以下会晕人 所以让他打一下吧 差不多了吧 暈了暈了暈了 就这样子 只是我的普攻很慢 很难打到他 而且这个技能要命中才有 铁球大不杀 这帕拉地上你只能用第一招冲他 但是没有cd震在领去一招 没办法 只是可以取消的 偷补一下 他真的很耐打 我是说我这一只 哇冲我了 好暈他 暈错方向了 可惜可惜 我要死了 哇死了 好推出 我没有真的要赢他 好玩而已 测试而已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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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打一场那个 这个也算PVP 但是你就是觉得他 你拿他去打那些 对战的一些 决斗场排名下 应该是 早死吧 因为实在太慢了 我就玩一个战魂任务好了 那战魂任务有分这个 这个专家的expert 那我们就打这个专家 战力的话 CPU比我高 我6200他7200 ok这个是安琴 嗯 就玩玩看吧 ok 嗯 一 三 二 好啦 没CD了 只能跑了 通通打这个都这样 我都不会想说用普攻跟他们打 因为打不过啊 这可以取消 就是你放到一半 有危险 你就可以用别的技能来取消 不用让他一直转 我会很轻松 是因为电脑 电脑是AI啊 AI就是这么 AI的程度就是这样而已啊 没办法 你也可以普攻跟他打啊 哇哇哇这招好厉害喔 这招好厉害喔 破他法 你如果一二三四不好接的 因为 因为二他会 把敌人 扑倒在地上 没有浮空 你算是转不到敌人的 欸想摔我 ok 还是可以打印 刚才有人回我问题啦 他说 蜂娜能无限连 蜂娜CT那么短 一定可以无限连 但是 好像出招很快 我看那个蜂娜出招很快 ok那这边的PVP也打过一场嘛 那故事模式也演示过 比较纳闷的就是 那个核心 菜宝奇到底有没有触发啊 因为 战斗的时候都没有 没有出现那个 趴数上升的那个符号 就是如果 有 有看我影片的人 然后你有 特别的研究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最少我是没看到啊 我没有感 明显感觉到那个 菜宝奇的那个 500多趴 我是400多趴嘛 400多趴是4倍伤害耶 对吧 这个啊我在讲这个 好伙伴 队伍建立 含有菜宝奇时 攻击力增加520趴 是哪一支 有没有说哪一支菜宝奇啊 不知道耶 我多放几支菜宝奇再打一场 会不会太无脑啦 完全是 再打一场好了 我这个应该还有一些菜宝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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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两支了啊 都给我上去 队伍建立 这个就是队伍建立啊 这个就是队伍建立啊 有那种队伍缘分效果耶 不知道 我个普攻大概都打三四千嘛 哦 五千 好像有多一点耶 有没有感觉 五千耶 好像有差耶 是不是 五千 五千 五千多 我现在是看普攻哦 我不看技能 就五千多啊 啊 有时候 保到四千多 那我们这次都不要用 都不要动 我都把它拉掉好了 我全部都拉掉 好没有菜宝奇咯 然后一样有这个打手 还是刚刚是因为那个打手战力的关系啊 不知道 刚刚我们那个普攻是五千到六千嘛 在那边跳 有啦 有稍微变低了 大概差一千啦 这边现在是三千到四千嘛 那刚刚是五千到六千嘛 所以它输了那个五百 五十四百多趴嘛 是不是那个趴写错啦 大家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去看一下那个日服网站上的说明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们看这个 核心说明这边 它说五百二十趴嘛 这个趴对不对 我来看一下日服的网站 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了 我先找一下 就这一只啊 应该是直接看这个Core Core的话我来看一下喔 有没有 攻击力五百二十up啊 没有趴啊 所以那个bug吧 写错了 好写错了 因为日服 日服这边没有趴啊 只有五百二而已啊 因为我觉得有提升攻击力 有上升但是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到四倍啊 因为我是四百四嘛 那五百二十五百 五百二十趴是五倍耶 但是我的普攻只有从三四千增加到 用了菜宝奇之后再增加到四千到五千嘛 对啊 就这样啊 那我现在可以来测试说 那个 菜宝奇如果当打手 有没有那个效果 我觉得有啦 比如说我把菜宝奇 放在这边 把他放在这边好 不能 那我再放一个格斗家 再随便放一个封肩吧 然后把他拉过完 保险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要测试一下 这样 理论上我的攻击力还是四千到五千嘛 因为他在打手部分应该是在我编队里面嘛 所以我就看一下喔 有没有 五千 有没有四千到五千 OK 那测试完毕 就是像那种叙述有没有 我觉得 这个国际服有时候叙述都写错 写的不清不楚 写的不清不楚 尤其是他那个趴数有吗 他就没写清楚啊 之前也看到很多那种 我认为是bug 他没写清楚 比如说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 他这边有写趴了 有的时候他根本没写趴 有的他直接讲说增加50 40 然后没有写趴 有了啦 有的角色啦 我忘记是哪一只的 反正有 有遇过 是铁拳的吗 好像是铁拳的欸 我们随便找一只铁拳的来看一下 好这有加趴 我再看一下下 他现在可能有改版又有把一些趴写上去 一开始都没有的样子 我有点忘记了 OK那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 核心的这个520%是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日服的网站上看到 他只有写520而已 而且是LV3嘛 我是400多啊 OK那 这样就解了我刚刚的一些疑问吧 就是经过一些测试然后找答案 因为我认为他这个文字叙述有时候会写错啦 我知道他们有那个状况 啊抱歉抱歉抱歉 刚刚忘了那个切画面 抱歉 因为被他分心了 就是变成大家都看了那个网页上 网页上的字啦 就是我刚刚有讲这个啦 这个趴啦 然后我刚要切到一些铁拳的角色去看 因为铁拳的角色之前他有那个问题 那个趴没有写 百分比百分比没写 那这次是多写 OK那 刚那段不好意思啊 大家就看了那个网站画面 然后我就自言自语这样子 好的那这一期就先到这边吧 因为时间也比较久了啦 讲了还蛮多废话的 不好意思啦 好的那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